红烧肉很下饭 每个人都很爱吃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不一样的砂锅红烧肉 做法非常非常的简单 而且很好吃 我们取一块猪肉 最好是五花的 但这块猪肉呢五花不是特别的明显 我们先用刀给它切 皮给它连着 皮不要切断 就给它切成方块 小方块形的 横着再切两刀 然后皮上面我们给它刮一刮 把一些脏的东西和一些毛给它去掉 刮好刮干净 然后我们冷水下锅 放些料酒 葱姜 给它去腥 先给它焯水 焯一下 好煮开之后 我们把肉给捞出来备用 我们取一个砂锅 然后把生姜 葱 给它放到底里头 那有些人最后收汁会收的很少的时候 就可以防止肉会糊锅底 我们把葱姜淀好之后 就把肉 肉皮朝下放进砂锅 然后我们加料酒 料酒可以多加一些 生抽加两汤匙 老抽一汤匙 蚝油一汤匙 黄冰糖 我放了两颗大的 两颗小的 如果你不爱吃偏甜味的 冰糖可以少放一点 也可以吃 最后的 你儿子 好 好 走了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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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